凌晨三点多五金工厂传出火警 大火不断燃烧 火势相当猛烈 巨大火蛇不断往上窜 整间工厂全面陷入火海当中 火势越少越大 相当吓人 消防队员货报赶紧前往抢救 凌晨工厂大火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事情发生在台南安定区 这间五金工厂三十号凌晨三点多传出火警 一楼挑高铁皮建物陷入火海当中 消防队共出动三十八车 一百一十三人前来抢救 在三小时之后扑灭火势 工厂烧毁面积大约有三百五十平方公尺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货报的时候其实已经全面燃烧了 现场为金属加工业 因为它隔离有废轮胎 所以现场相当的火载量相当的大 第二面跟第四面的部分 它旁边都是农田 所以没有延烧之余 凌晨五金工厂线入火海当中 火势越烧越猛烈 好吓人 还好没有人员受困受伤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要再厘清 记得赖冠章 神山山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